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什么了呢 他说这个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志强您觉得这是郭台铭对两岸关系的最新表态吗 我觉得这是 因为事实上他说这句话很明显的 他这个是在九二共识的一中个表的基础上更强烈的说明两岸关系 所谓九二共识一中个表也就是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一中个表就是说台湾大陆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说他在这句话上事实上是从九二共识上继续延伸下去 不过他表达的是更强烈一点 但是他在表态这个时候他也说了一些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两岸都是属于中华民族 他也呼吁北京不要在世界舞台上挤压台湾 应该让台湾多能够参与这个国际的活动 持续的这个强硬的役性也不是很好 他认为说没有国际的空间 台湾领导人这个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海外的访问 或者交流可能会破坏双方的和平稳定的基础 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这个赖清德就抨击了 他说这个韩国瑜就是不应该在这个访问中国大陆之际 严正的表态说这个九二共识就是一中个表 说这个他和这个郭台铭一样都是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把这个文化认同当做了国家认同 志强你怎么看 我并不惊讶 赖清德会说这句话 因为他曾经说过 他说他一直都是所谓的台独的工作者 那当然他在这些地方 他在特别为了说给这个 尤其在选举事件 说给这些这些深绿的这些台独人说的 其实很明显就是一种这个选举言 那当然这个韩国瑜这两天 因为他这个赖清德这个一把把这个韩国瑜 反而是说郭台铭就把韩国瑜也扯进来 那韩国瑜就是说这两天 也发表了声明 就是说赖清德现在他这个硬要用这个政治的放大镜 政治的万花虫来看文化 是不对的 他认为这个赖清德院长这个比喻很不恰当 他也认为说如果台湾把这个自己文化切断 下一代的这个在思想上就可能就会变成那种无根的扶贫 我想到这个无根的扶贫 我就想到以前我读书的时候这个陈芝凡 他在春风里就想到说我们在美国好像是无根的扶贫一样 就没有根没有文化 如果说没有文化的底蕴的支撑的话 对下一代的小朋友是很可怕的 所以说不能把自己的文化根给断了 这样是很可怕的行为 所以说他说赖清德的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的不恰当 那您觉得这个郭台铭在对这个大陆的关系上面 他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的态度因为他现在要选总统 选这个台湾的领导人 他这个态度事实上就是表明的很清楚 他支持两岸支持一中承认九二共识 但是在这个两岸方面 还是说能够在统一之前 能够就是说继续 台湾能够继续走下去 维持两岸的台海稳定的关系 那实际上的话 他的这种态度跟马英九有点类似 就是说基本就是不统不独 就是维持现状 就像说这个也跟韩国瑜有点像 就是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实际上就是我也不独立 但是我也不统一 我就是维持现状赚你大陆的钱 他是这么讲的吗 我倒是觉得这个东西 因为两岸的问题 这个东西是要细水长流 那当就是说人民有慢慢就说 现在台湾说起来就是说 认同中国是两岸一家亲 认同九二共识人士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用怎么讲 应该说时间来换取空间 先把两岸的干系搞好 尤其大陆上也不施放一些 对台湾的优惠政策 我相信让时间来慢慢慢慢 就是说让台湾中国认同大陆 然后走向两岸 就是说慢慢慢慢统一的路线 这样是总是比民进党去搞这个仇宗 这个搞这个民粹 实际上在台湾的这个本土 有一个说法 虽然我不是台湾人 但是我听过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台湾分为本省人和外省人是这样吗 这个是怎么讲的 这是我小时候就这么说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我在南部长大的 那那个时候外省人跟本省人常打架 本省人就骂我们说我们是瓦辛迪亚 就是我们是外省猪 有时候甚至用台语就叫假干嘛 什么叫假干嘛呢 就是吃橘子 什么叫吃橘子呢 就是当我们的戏那时候拜拜的时候 就把一个死猪 然后为了怕这个猪 到天上去讲坏的 人间的坏话 就在猪的嘴巴上塞上一个橘子 也就假干嘛 就隐色外省人是猪 所以说那个时候 这个台湾分省的外省 事实上那个时候常常有一些那种 不一样的那种见解的 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 慢慢就是台湾的这个族群 慢慢开始 因为老一辈慢慢也是凋零凋谢了 所以说一般讲 现在这种情形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一点 但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 你知道就是当初这个国民党 从大陆撤到台湾之后 他实际上是带着部队 带了很多人过去的 那也就是在台湾当中 有很多人 他的亲戚朋友 祖上可能都是大陆的某个地方的人 对吧 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这个老一辈的人 可能慢慢的就去走掉的就越来越多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新一代的就是在台湾出生的人 别管你是本省人 也别管你是外省人 只要你在台湾出生的人 他的归属感 他认为他就是台湾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他可能会考虑说 台湾跟大陆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并没有经历过 以前的这一段历史的阶段 他对台湾的认同也是不一样的 包括台湾的像教科书 它上面写的一些东西 跟大陆写的一些东西 也是有一些不同的 那么台湾的年轻人 他长大了之后 他对大陆的认同感 应该是变得越来越弱了才对 对吗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刚刚就很想提到教科书的问题 马英九做台湾领导人的时候 刚刚开始是 因为在陈日比任内的时候 就是把教科书改了一下 很多人那时候就建议 就是说一开始刚什么英九开始就任的时候 就希望他很快能够把这个教科书 把它拨乱反正 把它好好再把它改回来 结果他一直都没有做 他那时候说他要做全台湾的这个领导人 那个什么时候什么的 到最后一年 他八年任期 最后一年他开始提出来 可是那时候民调各方面 他的民调非常非常低 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在读教科书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强调说 我们是中国人 然后我们在学校里面 在玄关旁边就写了两个字 就是做一个 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所以教科书那时候给我们的那种教育 事实上就一直是 就是说我们是中国人 那我的感觉是 如果国民党兰宁能够再度 这个当选台湾的领导人的话 如果是能够在教科书上面 能够给予再一个 再强调一下 强调一下我们是中国人 在教科书上有所更改 对台湾的教育的下一代 有所认知 我觉得这样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形 实际上马英九也是错过了 他的最佳改教科书的机会 因为在我所了解到的 马英九形象特别的帅 而且给人的感觉特别端庄 所以他刚刚上任的时候 很多人就觉得能跟马英九 接触一下 都感觉特别的兴奋 因为他给人的印象特别好 他最开始上来的时候 非常的火爆 可能在后来的时候 他没有抓住 他最热门的那个时候 对吗 对 他那时候所谓的只有700万个名义 然后他又是一个不粘锅 然后又很清新 大家那时候对他名义上是很高很高的 很可惜他那时候没有应用到好的名义 做后盾来实行教科书的改革 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实际我还听过台湾的媒体同行 就是采访过马英九的朋友 跟我分享过一段经历 这是个女生 他说当初马英九 马上竞选快成功的时候 那个时候马英九出去跑步 一大早上 然后他就去采访 采访他就跟着马英九 他说当时也是问了很多问题 他说直到采访完之后 马英九早上有跑步的习惯 说采访完之后 他心还在 在跳呢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看马英九就跟看那些偶像明星一样的感觉 就特别崇拜他 对太帅了 来我们再看一下赖清德 这个赖清德有些有意思 他呢就是6号的时候 他在台南就表示说 这个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 那么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时候 曾经公开表示说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这听起来有点像是选特首 你说这个赖清德他怎么现在讲话 就是讲得这么有点 他的话讲得就好像说 让你听着特别的不舒服呢 他怎么就盯上了郭台铭是吧 我要这个就是所谓的选举语言 因为他借机向这个独派这个表态 然后拉拢独派 每次民进党选角色就是逢中必反 那当然他现在就在跟这个蔡英文做初选 人民党这个初选到现在还没有搞定 然后很多人都认为他可能会被戳掉 所以说他在这个时候特别强调 他说这个郭台铭没有资格去选这个台湾的领导人 然后也认为就是说台湾人民跟大陆是互不隶属 希望人民看清楚谁有办法看位台湾 意思就是说只有我能够维护台湾的自由民族生活 所以这个东西很多都是选举语言 也告诉台湾老百姓说 我代表民进党是最佳的比蔡英文好太多 实际上这个赖清德也挺有意思 你发没发现他的话讲的不多 但是他讲话的过程当中攻击性特别强 特别能攻击到要害 比如说他说像选特首 像特首是什么 比如香港的领导人他叫特首 特首就等于说你是被大陆认命的 或者是说是大陆承认你的 或者是你就把你自己归到中国去了 他可能是有点这个方面的意思 他话没有讲很多 但他的意思就已经是在攻击郭台铭了 就是说你是完全站在大陆这边的 所以说您觉得这个赖清德 他攻击性这么强的话 他是目的是什么呢 就打掉他吗 我的感觉上他不论是郭台铭 不论是韩国瑜 他都在打击他们 用打击他们来抬高自己的声势 你看他打击郭台铭说是特首 其实跟台湾民进党常常讲一句话什么 卖台跟卖台很接近 对对 事实上对对 韩国瑜那时候也常说 你今天讲说卖台卖台卖台 事实上真正卖台 什么叫做卖台 卖台是说把台湾老百姓出卖了 事实上真正 什么叫做卖 不是卖台就是说 怎么样让台湾老百姓生活更好 才叫做不是卖台 你让台湾老百姓生活越来越经济搞得不好 台湾老百姓生活控制 这个才叫做卖台 当然这是蓝营的说法 实际上不管是蓝营也好 绿营也罢 在卖台的这一块 他们双方的角度立场不一样 讲说的话也是不一样 就像刚才你讲到了 说他觉得你跟大陆和平相处 然后回过头来 让台湾人民赚钱 跟大陆我也不搞独立 但是我也就给你维持现状 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你就觉得你这是卖台 这是他的一个说法 实际上 比如你站在韩国瑜 或者郭台铭的角度上来说 他觉得 他说你在拿台湾人民 你在要挟大陆 就是说大陆怕的并不是说 你这一个人怎么怎么样 你一个人讲什么 实际上大家都不是很在意的 但是说整个台湾 整个台湾的人民 大陆还是在意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怂恿着所有的台湾人 你在跟大陆谈判 或者要挟 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话 那你实际上 你这不也是等于 在变相的卖台吗 拿着台湾的人民的利益 去驳你自己的权势和地位 对 我觉得台湾民党领导人 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一句话讲说 与林为户 今天大陆 无论在政治上 无论在经义上 实力上 都是远远的超越过台湾 你在为了一个台湾的利益 为了台湾老百姓的生活 为了台湾的经义 你不要去搞仇宗 你应该是跟大陆和平相处 在经济上 两岸是 其实 台湾非常依靠大陆的 从这个 不要讲别的 从民进党的力 所有的这些官员 也是希望 大陆人能够到台湾来观光 来这个 帮助台湾的经济 这是无可置疑的 可是在政治方面 每次一到选举 他们就要去搞卖台 搞仇宗 实在是令人觉得 有点觉得就是精神分裂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他也是为了自己能够上位 他也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或者是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 对对对 因为他这些话是讲给这个声率 阻挡这个台独的一些人听的 他需要这些人的支持 也许他自己本身都不是这样想的 但是他为了博得别人的支持 他也是没办法 因为政客 他做事情的时候 总是要为 就是某个群体去说话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郭台铭 就是说 郭台铭到白宫去见美国总统特朗普 可以说是郭台铭美国之行的一个焦点 但是呢 在白宫的发言人事后的这个发言上啊 就并没有谈及说 支持郭台铭参选的相关的这些事宜 那就有说法说了啊 这个郭台铭是被白宫的发言人打脸了 志强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打脸这个字很好笑 为什么 你注意看一个字 会谈有没有谈及支持 这两个字支持很重要 事实上美国当然不论在公开来说 当然他们都不会去支持 认为一个任何一个这个特定的候选人 但是他川普当然了解 在郭台铭去白宫之前 一定了解 郭台铭已经宣告要选台湾的领导人 所以说川普说一句话说 这个做这个台湾这个领导人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工作 英文讲的是一个tough job 对不对 所以他把这句话说得很清楚 你说有没有谈郭台铭参选的问题 肯定有谈 但是有没有支持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说至于谈有没有打脸 我觉得个人就没有打脸这个问题 但是说通过这个也能看出来 这个美国虽然说没有公开支持 但他也没有公开反对 对不对 那你要回过头来看的话 那不反对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支持 可以这么说 国产民真是很好玩 他就是去白宫的时候还戴了一个帽子 帽子上面有两个国旗 一个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的 一个还有一个美国的国旗 然后他就戴了这个进去 当然也是一种表态告诉川普 你看他是要选台湾的领导人 然后意思很明白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希望川普能够到时候能够支持 就是说台湾 而且在郭台铭也是说 在台湾的这些总统候选 这个领导人候选 能够走进白宫的 他是唯一的一个人 觉得他这个能够走进去 是一种突破 也是这种特别的意义 他也是当然我相信他也说了 就是说他跟这个白宫也特别强调 就是说他是一个和平的制造者 不只是两岸的关系 也是有台美的关系 说到这个郭台铭 我们就得谈到这个鸿海精密集团 那这个鸿海精密集团 就是我们这个大陆俗称的就是富士康 一说富士康大家都知道 你说鸿海呢 可能很多大陆的朋友不了解 那么这个鸿海精密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呢 在前两天就公开表示了 说鸿海的新董事长 将会在本月的10号诞生 那只要是鸿海的董事 都有机会担任董事长 但是具体是谁来担任 是由董事会来决定的 志强您觉得这个郭台铭 他会把这个权力交给谁 你刚刚讲说本月初号会诞生 那就是说还有两天 你感觉吗 静观其变 我感觉上因为鸿海 他这个企业集团太大了 比如说他有这个冬业复联 还有Shop 日本这个Shop最近还买下来 还有傅智康 还有鸿腾6088精密 还有这个群创光电 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下属单位 而且这个下属单位 每一个单位都有这个 他们这个领导人 比如说Shop的领导人是戴正吴 那个副总裁 还有亚太电信董事 李芳明 还有这个 这个鸿腾精密董事 卢松青 傅智康董事 董事会代理主席 石玉阳 这些通通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些候选人 当然了 在目前来看的话 呼声最高的 可能还是鸿海的这个 这个财务长 叫做黄秋莲 他在鸿海内部被称为妈妈 因为他是管财务的 然后他鸿海一成立的时候 他就是郭台铭身边最重要的助手 所以说有可能 有可能他会是下一任的董事 董事 董事长 当然要成为董事长 必须成为董事 就是说如果注意到10号的董事 会不会他是其中之一的董事 这个很重要 这个说到这个黄秋莲呢 那这个郭台铭曾经说过一句话 那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这个黄秋莲没批 我看都不看 他也甚至呢 把自己的私人财产也是交由黄秋莲打理 那志强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黄秋莲这个人是谁 黄秋莲这个人 他事实上跟郭台铭的第一任妻子 有这个亲戚关系 郭台铭在早年创业的时候 黄秋莲就是鸿海的会计 他也有出资 我们知道当郭台铭的时候 要创办鸿海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钱的 由他娘家出了一些钱 事实上在黄秋莲本身 甚至他也有出资资源 后来黄秋莲的丈夫 也成为这个鸿海集团的副总裁 管理这个连接器的产品群 然后黄秋莲本身 他只有这个高商 就是商业的学历 可是可以一直 因为一路走来 所以说也一直都受到 郭台铭的信任 那鸿海嘛 所有的投资啊 增资啊 郭台铭指令 一定都让他批准 就连这个子公司 画牌上市 学哪一家 做这个券商 做这个成效 都需要他来点头通过 所以说有一个传言说 这个黄秋莲没批 我看都不看 郭台铭有自己这么说过的 甚至他自己的私人的财产 也交给他打理 那郭台铭的这个 就穿着西装啊 领带啊 他有时候 黄秋莲都管 那这个人本身就是 也蛮低调的 左风很异 所以说你在鸿海 很少听到他这个人 事实上他是很低调的一个人 可是他 也可以说郭台铭幕后 是大概最有诠释的一个人了吧 这叫您觉得 如果郭台铭要是交棒的话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这个领导人大选 是1月11号 那距离现在事实上 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如果 当然郭台铭必须经过 这个国民党的提名 然后再经过这个大选 事实上离他交棒 如果真是要交棒的话 也是大选 就是他当选了之后 那事实上是说 他有一段的时间 可以就是说处理 或者是如果 有很多的如果的 不一样的状况来 当然他自己也说过 他不会完全这个摆手掌柜 他说过公司的未来的大方向 还是要自己这个参与指挥 日常的运作 他会退到这个第二线 那他也表示说 他现在要换跑道了 但是他也认为这红海富士康集团 人才竞技 我相信也就是因为这么多年 40多年下来 这个培养了也是很多很多人才了 那也值得这些人 我相信跟郭台铭一直这样走来 也能够就揣摩上意吧 所以说将来不管怎么样 郭台铭也认为下面的人 会做得比过去更好 更棒 所以说他认为说 郭台铭本身也说 就是我不在上面 但是工作持续还是有人接棒 甚至会比他做得更好 说对郭台铭对这个东西 倒是挺放心的 好的 谢谢志强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节目已经是接近了尾声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